安装及管理模板 那我们来看看模板后面这两个 前面这边看着很棒的效果 都很不错,对不对? 那这些是模板 如果说你有程式设计是可以开发新的模板 或从他官方网上下载新的模板 可以透过安装 再来进行模板管理 不过呢,我们看他的手册他没有想 如果你安装建议把这个旧移除 先移除在我们点选模板这里 那这个呢,他说要以系统管理员身份 才能够进行这个管理工作 那不过一般我们是使用不到这两个 因为这个开发的模板 这不是简单的事情,非常的复杂 所以呢,如果说在官方网站的新的模板 你可以使用这个方式来增加我们的特效功能